市府为改善五谷垃圾山环境自推动扩大五谷都市计划发布前事办计划 全力整顿五谷的垃圾山至今已经有阶段性的成果 当地的环境亦有崭新的风貌 给予五谷垃圾山新的风气 而市府举办五谷垃圾山的命名活动几日起到3月14日止 邀请市民上网一同参与取名 中山高速公路以北五谷坑西以南二重书红道以西 以及新五路以东地区面积约169公顷土地 因20多年来存在非法气质乱象被当地戏称为五谷垃圾山 市府自推动扩大五谷都市计划发布前事办计划 全力整顿五谷垃圾山 经拆除违章建筑及清除垃圾等工作后展现绿美化新貌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三最主要是有大概五公顷的公有地 然后我们市长的一则研则就是说 要把公有地把它弄成公园还给居民大家来使用 那我们目前来讲我们有三个大的主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新秘境公园 就是躲猫猫公园里面有很多地检 我们用个医疗我们用个工程上的一些水管 然后画一些很可爱的猫猫 所以我们叫它躲猫猫公园叫它新秘境公园 另外一个就是环保艺术公园 环保艺术家在我们的土地上面 我们弄很多使用环保器材 种了一些不管是棒球场 篮球场或者是动物 可以欢迎大家去看 另外一个是新环岩公园 新环岩公园是整片把它整平之后 然后象征了以后的环岩的五谷垃圾山 原来有的样子 为给予五谷垃圾山新的气象 新北市政府举办五谷垃圾山命名活动 邀请市民一同参与命名 命名活动经去年第一阶段投稿 总计多达688件投稿件数 由市府团队评选后选出五名入围者 并自即日起开始第二阶段 网站公开投票活动 我们要把垃圾山把它除名 因为我们已经整理好了 我们已经有些工厂我们已经纳管了 高污染业的工厂我们已经请它离开了 所以我们是把工厂纳管 那以前所谓的垃圾山 其实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名字 我们希望给它重新命名 所以在市府里面 它有办理一个命名的活动 然后希望大家去投票 然后给我们一个 以前的垃圾山 现在一个重申的一个名字 投票时间自即日起到110年3月14号截止 每人每天有三票投票权 参与投票者还有机会抽纵 吸体牛排双人参卷 市府期望透过命名活动 让市民一起来决定五谷垃圾山新的名字 共同攜手翻转新北市 改变五谷 拔除城市直流的污名 记者胡轩五谷采访报道